以西结书第三章 他对我说 仁子啊 把你得到的吃下去吧 吃下这书卷 然后去向以色列家说话 于是我把口张开 他就给我吃下那书卷 他又对我说 仁子啊 把我赐给你的那书卷吃下去 填满你的肚子 于是我吃了 这书卷在我口里像蜜糖一样甘甜 他对我说 仁子啊 你去到以色列家那里 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你受拆派不是到一个 说话难名 言语难懂的民族那里去 而是到以色列家去 不是到说话难名 言语难懂的众多民族那里去 他们的话是你听不懂的 但是 如果我拆派你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必听从你 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 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 整个以色列家都是额间心硬的 看哪 我要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 使你的鹅硬过他们的鹅 我要使你的鹅好像最坚硬的宝石 比火石更硬 他们虽然是叛逆的民族 你却不要怕他们 在他们面前也不要惊慌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 我对你说的一切话 你都要留心听 记在心里 你去到贝鲁的人民那里 向他们宣讲 他们或听或不听 你只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那时 灵使我升起 我就听见后面有哄哄的响声 耶和华的居所显现出来的荣耀 是应当称颂的 我又听见那些活物的翅膀 彼此相碰的声音 和活物旁边的轮子的声音 以及哄哄的响声 灵使我升起 把我提去 那时 我心灵奋机 愁苦 耶和华的手 强而有力 临到我身上 于是我来到 提勒雅币贝鲁的人那里 他们住在加巴鲁河边 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 坐了七天 在他们中间震惊得不知所措 过了七天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我立了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告他们 如果我对恶人说 你必定死亡 你却不警告他 也不警戒他离开恶行 好救他的性命 这恶人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但我要因他的死追究你 如果你警告恶人 他仍不离开他的罪恶和他的恶行 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你却救了自己的性命 如果一人偏离正义 行事邪恶 我必把绊脚石放在他面前 他必定死亡 因为你没有警告他 他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他肃长所行的义 也必不被纪念 但我要因他的死追究你 如果你警告恶人不要犯罪 他就不犯罪 他因为接受警告 就必存活 你也救了自己的性命 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我身上 他对我说 你起来 出到平原去 在那里我要向你说话 于是我起来 出到平原去 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停在那里 这荣耀就像我在加巴鲁河边 看见的一样 于是我俯伏在地 灵进到我里面 使我站立起来 耶和华对我说 你进去 把自己关在家里 人子啊 人要用绳子把你捆绑起来 使你不能出到他们中间去 我要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 使你变成哑巴 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 因为他们是叛逆的民族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我必开你的口 你就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肯听的就让他听 不肯听的就由他不听吧 因为他们是叛逆的民族 我应该是叛逆的民族 我应该是叛逆的民族 我应该是叛逆的民族